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怎么生活呢 首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钻木取火 虽然这个办法看着很笨很原始 但这种生活方式真的很普遍 根据记载 一直到唐代 偏远乡下的人们还在钻木取火 杜甫的新名诗里就有写道 于岸上云为此塞 家人钻火用清风 当然 取火是一件比较费事的事情 也是一个技术工作 甚至古人认为只有根据所用木料的颜色与时节相配 才能够钻出火来 周里月令里甚至规定 钻木取火春天要用柳木 夏天要用早杏或者桑枝木 秋天用祖木 冬天用怀木谈木 但是钻木取火到底是怎么钻木 怎么取火 这点可能很多人并不清楚 这里笔者就要做个生活的演示 首先钻木取火的树枝头要消圆一些 这样方便转动 起热更快 当然条件许可的话 挑选比较脂和干燥的树枝 自然是效果更好 不能太粗解 不能太细 一般指头粗细即可 如果没有表面比较光滑的树枝 还需要大致削掉粗糙的树皮 用沙土进行简单打磨保证不会扎手 然后需要一块钻板 其实并不需要很方正的木板 在野外随便找块干燥的木头 都可以作为临时钻板 在上面挖出一个比钻木稍大一点的孔 这样钻木就不容易钻起来到处跑偏 然后在边上开一个槽 这样方便钻出来燃着的木屑落在银 火雾上 钻木取火在钻板下面垫上易燃的营火雾 剩下的就只是需要用力的搓动钻木了 在钻道冒出比较浓的烟后 就可以把燃着的木屑倒在营火雾上 然后吹着营火雾 火就升起来了 一般来说 只要熟练的人在五分钟之内都能升起火 一般快的话 二三分钟就可以升起火 但这只是最原始的钻木取火的方法 古人其实有更便捷的点火方式 比如除了手挫的钻木取火法 还有用火弓的取火方法 贝也早就做过掩饰 用有弹性的木头拴一根绳做成功的形状 把绳绕在钻木上 再拿一块木头或者一块石头压着钻木 把钻木放在钻板上 来回拉动火弓就可以升火 这要比用手挫的效率高很多 但是还有效率更高的方法 那就是用火钻取火 火钻是一种更加高效的钻木取火的装置 中国古代给火钻加装一个钻头 就可以给木头或者其他物品打孔用 制作火钻需要一根小木 捆 一根绳子 以及一块配重块 钻孔装在木棍上 以保证足够的转动惯性 最后还需要一块木板 中间打孔 两边绑上绳子 不过这块木板并非必需品 有木板更方便一些 没有这块木板向两侧拉动绳子 也能完成生火过程 有木板的情况下 可以向下按压木板 然后靠惯性绳子 会再把木板拉起来 再次向下按压 如此往复就可以效率更高的生活 这种生活方式 即便不怎么熟练的人 也可以在一分钟之内就生起火来 而熟练的人在半分钟内就可以生出火来 效率很高 火钻取火除了钻木取火外 古人还有其他的生活方式 周大的考工记 就记载了用青铜做凹面镜 用凹面向太阳聚光取火的方法 阳碎及同为之 向日则生火 周理中记载 但凡不吃 要用明火 以阳碎聚光取明火于日 这种生活的工具 因为靠太阳取火 被称为阳碎 因为是金属制 成的 也被称为金碎 这种阳碎一般做成碟子或者小碑的形状 可以随身佩戴 非常方便 阳碎一直到了清代依然还有人在使用 只是阳碎受天气限制比较严重 夜晚不能取火 阴天下雨也不能取火 其实 古人在阳碎不能用的时候 才会使用木碎取火 所以有左配金碎 内配木碎的记载 唐代阳碎 而且 因为阳碎靠太阳生火的作用 被古人视为能与天地相通的气品 被古人认为它有趋极辟邪的作用 所以从汉代开始 古代的婚典礼 规定了三十件聘礼中 就有阳碎 而阳碎也被做得精巧华丽方便 由于这种取火方法简单方便 而且便于携带 所以甚至现在也有人把这种阳碎工具 作为野外求生用品 不过 钻木太吊丝 阳碎又受限太多 侠客们也是要面子 自然不想被人看到自己蹲在地上费力地取火 那么有没有更便捷的生活工具呢? 有的 那就是火石 在魏晋时期 我国发明了用火石取火的方法 这种方法被称为石火 武侠小说或评书里的大侠们 其实主要就是用火莲打火 笔者曾无意中收到一把民国时期的老火莲 到现在依然可以使用 这种火莲非常方便 本身就是一个小皮包 里面装有火石和营火的火绒 随身携带特别方便 拿出来它火药远比钻木取火 或者太阳取火更为快捷 打开火莲就可以取出火石和火绒 营火用的火绒有很多种 古代各地所用都不同 有用爱绒它 而不长外草的地方 采用被消水泡过的纸 或者除有硫磺的木片 更简单的就是烧制碳布 把棉布放在容器里焖烧碳化 就会变得非常易燃 碳布就是笔者所用的营火物 在需要点火的时候 只需要把碳布放在火石上 然后用火莲敲击火石 打出的火星落在碳布上就可以引燃碳布 然后将被引燃了碳布 放进萤火部中吹着 火就升起来了 火莲所使用的 火石一般是碎石 碎石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硅制岩石 全世界各地都有 属于石英岩的一个变种 碎石比较致命 坚硬 一般多是灰色或者黑色 原始人就很喜欢用碎石制作石器 碎石想要制作成火石 需要敲成小片 有比较锋利的断口 这样火莲打在碎石锋利的断口上 才容易打出火星 碎石 这是因为打火石的主要成分 是印度非常大的二两化硅 硬度超过了火莲的铁 在进行击打时 火莲表面就会被火石刮出铁蟹飞溅出去 而由于受到撞击产生的摩擦加热 导致这些铁蟹温度很高 铁蟹与空气中的氧发生反应后 就发出了亮光 从而可以引燃引火物 而早期的碎石枪也是利用刚着扳机机打火时引发火药的 与火莲原理相同 而其实打火机的原理也是源自火莲 总之 古人混江湖也是不容易啊 不光要有武功 还得贵野外生存技能 当然还不能太穷 否则买不起火莲 天天蹲在那里钻木取火 结果江湖人称钻木大侠 就太没面子了 最后奉上完整的笔者用火钻取火 和火莲取火的视频 本文系冷兵器研究所原创稿界 主编圆阔 作者人渣笑西风 任何媒体或者公众号 未经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为者将追究法律责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